红军长征有多艰险 邓颖超和专恩来夫妇 都是九死一生挺过来的 自然环境恶劣 还要随时准备战斗 很多身体强壮的男战士都吃不消 更何况是柔弱的女红军 你敢相信吗 如此艰难的环境之下 一位怀孕的女红军 愣是挺着运渡走上了长征路 还生下了一个男婴 如今已经是106岁的高龄了 仍然健在 这位长征路上最猛女红军到底是谁 为何在怀孕的情况之下 还坚持长征呢 后来她又怎么样了呢 点够用 解人物马上开箱 今天讲的这位女红军不是别人 正是开国上将萧克的夫人简先福 1916年 简先福出生在湖南辞里的一个富商家庭 父亲是观念开明的爱国商人 918事变爆发之后 日本铁蹄践踏着东北三省的沃土 耻辱和愤怒点燃了18岁简先福的爱国热情 她再也无法安心地读书了 父亲看出了她迫切的心情 直接为她指明了方向 想抗日的话就去当红军吧 姐姐简先任更早参加了革命 还是贺龙将军的夫人 在姐姐的引荐之下 她加入了红军的队伍 简先福不仅有文化 而且是多才多艺 被分配到了红六军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 创作了很多鼓舞人心的标语 她白天在墙上写标语 画宣传画 晚上回到营地还要磕蜡板 经常是忙到通宵达胆 除了这一些宣传工作 简先福还擅长演讲 她曾在一次动员会上 说动了20名青年加入了红军队伍 创造了红六军扩红的最高揭露 多才多艺的简先福 很快就引起了红六军团的军团长 萧克的注意 萧克在军中的资历虽然不如贺龙 但也是黄浦军校毕业 参加过北伐战争 南昌起义的老革命 风度翩翩 气质如牙 素来有儒匠追称 两个人也很登对 于是在贺龙夫妇和 任毕石夫妇的撮合之下 简先福和萧克结成了革命夫妻 1935年的11月 红二红六集团军 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姐姐简先任刚生下二女儿19天 毅然跟随着丈夫 踏上了长征路 那位简先福 此时已经怀有身孕了 姐妹俩一个抱着未满月的婴儿 一个怀着宝宝 互相鼓励着 走过一段段艰难的长征路 16岁的弟弟简先超 倒在了长征路的一块草地上 再也没有起来 弟弟的牺牲 让姐妹两个人痛苦万分 平复情绪之后 他们更加珍惜姐妹知情 一路上 简先福的运度是越来越大 却从来也没有因为自己是长官 一路上 一路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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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